教育决定未来 为理想点亮生命的精彩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走进本期纽约教育指南 我是思思 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 先来看一组数据 新冠疫情对全美各族裔都造成了冲击 但研究发现亚太裔美国人的长期失业率却是全美最高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2021年的第一季度 亚裔社区中约有61.5万名失业者 其中有48%的人已经失业6个多月 这一比例是超过了其他的各族裔 最近就有观众向我们节目组提问说 疫情期间失业了 失去了H1B工作身份 想通过其他身份继续留在美国 该怎么办 也有想要转专业 换职业 想回学校继续读书 但是不知道怎么在美国申请学生签证 还有一位观众是因为H1B工作签证没有抽到 想再申请一个F1学生签证 暂时的续一下身份 也有观众在美国境内工作 想要继续深造读个研究生 那么针对这类申请学生签证的问题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纽约博尔顿国际学校的 胡杰校长帮大家来回答 我们在屏幕上也为大家显示了学校的具体联系方式 方便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 如果有其他的具体问题可以再进行咨询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进行连线 胡校长您好 非常高兴请到您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 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 先请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纽约教育指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纽约博尔顿国际学校的校长胡杰 欢迎胡校长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 如何在美国申请学生签证的话题 咱们就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问题聊起 什么是F1签证 这种签证有没有这个名额方面的限制呢 F1签证呢是一种非移民签证 是专门发给在美国全日制读书的学生 他没有名额限制 获取F1签证分两种情况 第一呢是在美国境外申请 第二呢是在美国境内申请 今天呢我们重点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在美国境内申请学生签证 也就是说你可以以其他签证 比如说商务签证B1或者旅游签证B2等进入美国了 或者呢你现在已经持有访问学者的签证 结婚签证 那么你其实可以通过转换身份这种方式呢 申办美国F1学生身份 以合法的F1身份的留在美国 嗯是这样 那申请的这个资格和年龄啊 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请胡校长来回答一下 申请美国的这些留学签证啊 它有没有这个年龄方面的限制呢 美国的留学签证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很多申请人呢都以为年龄大了 是不是就不能申请留学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是呢根据专业的不同 每个学校呢也有自己的要求 例如吧我们学校呢就要求是16岁以上 对大年龄呢反倒没有什么限制 我们就接收过不少这个妈妈级的这种学生啊 很多妈妈在美国陪孩子读书 然后他们自己呢就来我们学校呢 那转成F1学生学习英文 我还记得我们原来有一个男学生啊 是个年龄很大的他大概都有70岁了 然后在我们学校而且学了特别长时间 就去年疫情发生了他才不得不回国了 是这样那看来是这个年龄的上限是没有要求的啊 但是关于这个学生签证的有效期啊 很多人这个说法都不太一样哈 有说是一年的也有说十年的 所以就想请胡校长为我们来回答一下啊 究竟这个学生签证的有效期是多久呢 首先啊我们要明确三个概念什么呢 一个是Visa就是签证 第二个呢是Status就是身份 第三个呢是i20表 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很多同学对这个呢就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过期呢要首先分清这三个概念 那我们先讲讲这个Visa就是签证 Visa呢是领事馆给予你的签证 例如啊咱们举个例子比较通俗易懂的 就是十年旅游签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你在十年之内可以凭这个签证进出美国 大家注意是进出美国 并不是说你可以待美国待在十年 而且呢你有这个签证也不保证你一定可以进入美国 这是签证的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Status就是我们常说的身份 那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你进入美国的时候呢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啊 它叫CBP给了你一个叫I94这么一个小白卡 这个I94上面呢就有你的基本信息 就说你什么时候入的境 用什么样的身份入的境 入境之后你可以在美国待多久 这就是你的身份 是和Visa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在美国待多久 但是这个身份呢 如果你当时是F1这种签证入境的 那这个表上呢会写的是叫DS 叫做Duration of Status 意思呢就说你在美国的情况呢 是根据你学习的情况而定 那么如果你已经在美国境内了 刚才我们说是我们今天讨论是 你已经在美国境内想转身份 那么你呢申请转身份之后呢 是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给你发一个新的I94 那这个I94上呢就会写你已经成功了转成学生身份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用了别的签证入境了 但是呢你转身份转成功了呢 变成学生身份 那第三个概念呢就是I20表 那这个表呢实际上是一个学校 就是美国的移民局认可的授权的学校给你发了一个表 而这个表呢上面会写你入哪个学校 学习多长时间 学什么专业你的财务情况 那么你如果没有入境呢 你会拿这个表去大使馆申请你的签证 那么你已经入境了呢 你这个表呢就表示你是一个合法的学生身份 实际上呢这个表呢是移民局的一个电子记录 那么这个表并不表明你的身份就一定合法 例如啊你不上课学校把你开除了 那这时候呢你的学生身份就终止了 这个意思呢也是移民局当时给你的一个卡 叫I94上写的DS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到美国境内你还要合法的保留 保持你的身份 否则呢你的身份也会终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这个三个概念啊 就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你的签证 一个呢是你的身份 另一个呢就是I20表 谢谢胡校长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知识啊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肯定从当中获得了非常多有用的信息啊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更具体了啊 咱们申请学生签证的这些具体的步骤啊有哪些呢 简单的说呢申请这个转身份啊那里有三步 第一步呢你要选学校就说你要选一个移民局授权的可以签发I20的学校 那么你就跟这个学校提出申请 学校呢是根据你的情况觉得你符合学校的要求的话呢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I20表和录取通知信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就要向移民局提出你转换身份的申请 那么根据你的身份不同比如你是B1或者B2或者J1身份不同 你可能要提取提交不同的文件 那么这个申请呢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办 也可以请律师办也可以请学校办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请学校办的是最简单最省钱 而且成功率最高那申请人呢只要交纳一定的服务费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取得学生签证之后呢你一定要到学校去办理注册 就是转换身份成功了呢你就要办理注册register然后就入学读书就可以了 那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啊就是我持有了这个学生签证了 我可以在美国工作吗这个问题您能帮我们回答一下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1学生签证或者身份的这种学生呢 他来美国的目的或者转身份的目的是学习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经过学校批准 可以在学校内工作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跟你的专业有关 就说呢你根据你学的不同专业学校批准之后移民局也批准了 会给你一个EAD卡就是雇佣你授权的这个文件 你有这个卡之后呢你在毕业的前夕你可以申请OPT 或者呢一般OPT是一年或者呢有些课程是要你有CPT 就说你要课程实习那么才能毕业 所以呢也可以以CPT这种方式来工作 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员工呢他到我们学校来工作呢 就是申请一个CPT到我们这来就是来做办公室工作 一般来讲呢这个工作呢都必须和你的学习专业有关 而且呢在工作开始之前呢必须取得校方和美国移民局的同意 这里要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刚刚胡校长有给大家说的是两种情况啊 希望观众朋友们要多加注意一下啊 那么申请费用呢也应该是大家不便关心的一个问题 另外呢关于这个就读的学校哈移民局有没有一些限制和要求呢 关于就读的学校呢移民局当然是有一定的要求 首先呢就说必须是移民局授权的可以招收国际学生的这种学校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授权没有移民局授权的学校是不可以的 那么接着就是费用问题 费用呢大概分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交移民局的申请费用 那么这个费用实际上在移民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 就移民局收什么钱那我们学校在申请的时候会代收 第二个呢就是学校本身的收的手续费 就是他为你申请这个呢他要收一定的手续费 第三个呢就是学费 基本上这三个这个部分 那我们学校像是移民局授权的学校 我们都是有明码标价 不会额外乱收费 唯一呢大家注意的呢就是一定要找到 有移民局授权的正规的学校 那么由于这个学生签证呢没有期限限制 就是没有就是说年龄的限制啊什么的 因此呢很多由其他签证转成学生签证呢 就成为很多中国人留美拘留的这个 这个一个捷径了 那么我们知道华人社区呢有很多留学中介 那么留学中介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鱼目混珠 梁又不齐啊 所以呢我其实建议呢最好直接和学校接洽 这样呢可以节省中介的费用 而且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直接跟学校去接洽确实是方便啊又放心 那么也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咱们的纽维·保尔顿国际学校吧 好的 我们学校呢是1997年就建校了 因此呢积累了多年的这个经验 也在这个华人社区呢也相有名气 而且呢特别是转身份这一部分呢 我们成功成功率呢还是相当高的 第二个呢我们针对不同的学生呢 提供了不同的英文课程 我们有最基本的英文课程 就是所谓的ESOL这种课程 也有呢专门的口语文法写作听力阅读高级课程 所以说呢不管你的英文程度如何 你总能在我们学校呢找到一个合适的课程 而且呢为了帮助这个到美国大学深造的学生呢 我们还专门设立了这个托付强化班 而且呢我们的雅思课呢最近也批准了 很快呢也会开班 这是我们的课程设置 第三个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语言的招生专员服务 就是当然也包括中文啊还有韩文啊 还有日文啊 因为我们有不同族裔的学生 那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司制力量很强 就是都是有license的老师 而且呢都是就是英文是母语这种老师 就是非常有经验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交通非常方便 我们是在马尔顿中城 四方就是地铁呢四通八达 还有长岛铁路 还有包括纽泽西巴士总站都离我们学校挺近的 那么还有很多这个英文就不够好的学生啊 他们甚至都已经有了这个F1签证的 还会从外州或者其他学校呢转到我们学校来学习 嗯刚刚也听到您说了这个通过率的问题啊 这应该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经过咱们纽泽巴尔顿国际学校这个申请的通过率是怎么样的啊 多久啊能够获得审批呢 嗯就是我们多年啊已经帮助就说华人还有各族裔啊 包括韩国人啊日本人啊很多不同的这个人的转身份 就是来经过就得到那个就是I-20这种签证啊 那么我们呢学校聘用了各种language 各种不同语言的这种留学咨询顾问 那除了英文呢有日文韩文西班牙文中文这个咨询顾问 那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申请人呢来填这个转身份的各种表格和文件 那么我们多年来啊就是帮助像B1、B2、J1、J2 不论这个年龄和背景都转换为学生签证 成功率呢可以说是非常高 基本上可以说是99%啊这种成功率也就转成这个包括H1B 都H1签证也可以转成F1就是合法的延期留在美国 嗯大家刚刚听到胡校长的介绍也对这个师资力量有一些了解 那大家也应该非常想要了解一下说学生啊在校的这些课程安排啊 以及这些假期的情况啊也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吧 好的我们学校呢是这样设了这个有初级中级高级课程 那么学生入学的时候呢那会有一个入学考试 根据你的考试成绩把你安排到适当的课程中 那就是有你如果英文不是很好那可能就学比较初级的课程 但是呢有的包括研究生毕业了他觉得他的英文就口语需要矫正 他也可以到我们学校就是特别是在他在等待他的就是抽签的时候 他就会申请一个就是到我们学校来学一下加强口语 就说任何级别的都可以在我们校得到一个适当的这个课程安排 而且呢我们学校是每一个学期呢是十周也就连续上十周课 然后呢就有一个四周的假期这是我们跟那个大学有点不同的就是这样 而且呢我们每个月呢都有新课开那你就随时可以转进来上十周的课 然后呢又有四周的假期基本上是这样啊 那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对于各种想要申请或者是想要去学习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这个措施和方法 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如果想申请转身份啊都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申请转身份啊它有三个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你是要保持合法身份 你不能说我非法了我现在要来转那就不行了 就是转身份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一个合法身份转到另一个合法身份 在等待期间你都要保持合法身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等待期间不能离境 你不能说啊我现在等你没事了我到加拿大溜一圈去了那不行 你不能离境你要在这在美国境内等待 第三个呢就申请时间要恰当 就是你来美国转身份是改变了你访问美国的目的 所以呢这个申请时间很重要你来早了移民期就不批你觉得你入境就动机就不对 你晚了呢就来不及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建议转身份的人呢可以早一点跟我们学校联系 然后呢我们会先看你的情况然后建议你什么时候在适当的时候提交申请 就是基本上是这种情况而且呢这个第一条保持合法身份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如果你递交了这个转身份的这个申请 你的那个是原来的旧身份比如B1或者B2到期了 你必须办延期 这个呢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学校就是我们会跟进你的情况 就提前都替你把这个延期都帮你一起办 这样保持合法的身份才能够转换身份 这一点呢我们是比较有经验 胡校长说的这一些信息啊真的是非常的具体 也是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供了非常多有利的这些信息 这个问题您方便透露一下学校的这个具体学费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的学校所有的收费都是明码标价 因为我们是移民局授钱的学校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一个学期呢是1090块就1090美元 那上课时间呢都是十周 那每周的上课时间呢是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 然后上十周课之后呢就有四周的假期 好在纽约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交通的问题 所以想请问一下胡校长 咱们学校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啊 交通是不是很便利呢 我们学校呢位于曼哈顿中城35街和八大道 交通呢是特别方便 像那个Pan Station 34街 那是总站多辆多个地铁都路过那里啊 基本上纽约的基本上所有地铁都路过那里 另外呢还有长岛火车 就是从长岛那边过来 还有呢就是纽泽西那边呢 巴斯有那个公交车就在巴斯总站 离我们学校也非常近 所以交通呢是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而且我们学校呢是多族裔的学生 就是不光华裔华裔占一部分 还有各个族裔的学生 就是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大公爐吧 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交到各个不同族裔的朋友 那确实是一个我们的交通条件也非常便利 然后同学的这个环境也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感兴趣的观众 应该也是非常想知道 如何跟学校去取得联系呢 如果想转身份或者转学这样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跟我们学校打电话 我们学校呢有不同语言的这个专员为你服务 就说我们的电话呢是212-683-6250 也可以呢发电子邮件给我们学校 info at bluedataesl.com 这是我们的那个电子邮箱 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 我们的微信呢就是基本上就我们的学校名字 Bluedataesl 或者上网查询也可以 我们有那个中文的介绍 我们的网站是多语言的 有中文日文当然还有英文韩文 有多语言的包括中文 那网址呢是www.bluedataesl.com 好的谢谢胡校长 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打在屏幕上 方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跟学校取得具体的联系 再次感谢您来做客 我们今天的纽约教育指南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期节目当中 获得需要的信息 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